大家好,我是艾迪 人像摄影的后期处理 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是非常复杂的 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进行磨皮、瘦脸 提高皮肤的通透度 这其中会使用到通道、蒙版等等一系列 复杂又专业的后期技术 而对于我这样一个平时以拍摄程式和风光为主的摄影师 人像摄影的后期可以说是一窍不同 但偶尔我也会遇到需要处理人像照片的时候 比如在旅行当中会拍到一些当地的人 还或者是家人和朋友的合影 而最近我就碰巧需要一张我自己的照片 拍摄对于我来讲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处理一张让我自己满意的人像照片 可真是把我难坏了 由于时间比较紧迫 我也不想花费太多的时间去研究后期的处理技术 所以问题就来了 有没有一款既专业 但是操作起来又简单的后期软件 可以帮我完成修图呢 今天呢我就来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使用Luminar 4 快速的处理一张人像照片的 这个软件啊 不仅仅可以一键替换天空 还可以通过人工智能 分析判断人脸在照片当中的位置 进行自动的磨皮 和受脸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操作 这一切只需要按一键 就可以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看一看 我仅仅用了两分钟就修好的一张人像照片 到底怎么样 这张照片呢 是我在我的工作室里拍的 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场景 光源呢 主要使用两个LED灯 作为主光源和侧光源 来勾勒我的轮廓 相机呢 使用的是富士XT3相机 镜头呢 使用的就是标准的变焦镜头 16到55 因为空间呢 比较有限 人和后面的背景 距离比较近 为了让人能够从背景当中 脱离开来 所以我选择了 使用光圈F2.8 打开Luminer 4 可以点击左上角的加号 或者是右侧文件夹旁边的小加号 来填加照片 在Luminer 4里边 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功能 就是它的外观 在你的界面当中呢 可能这个外观已经显示在界面的下方了 但是它也可能是隐藏的 所以点击这个外观按钮 就可以调出外观界面 这个Luminer外观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Lightroom里的预设 打开Luminer外观的这个界面呢 发现它有很多不同的分类 在这儿呢 我们是想要去后期一张人像的照片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Portrait 打开Portrait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是它软件自带的9种不同的人像后期预设 在这里边呢 我只推荐使用第一种 AI Face Enhancer 就是说通过人工智能对脸部做一个提升 那么现在我按一下这个 你可以看到自动对人脸进行的皮肤磨皮和瘦脸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之前 这个是我按一键之后 使用这个预设呢 就可以能够达到真正的一键快速后期 Luminer4在人像后期的强大之处呢 就是在于它这个AI皮肤增强器 通过拖动这个调整量 可以控制磨皮的强度 这个是之前之后 可以看到它磨皮之后 毛孔还都可以清晰的看到 纹理呢也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它并不是像其他软件那样 将皮肤进行模糊处理 达到的那种磨皮效果 所以这种效果呢 看上去更自然 更真实一些 在这个皮肤增强器调整量下面呢 可以看到还有一个AI皮肤瑕疵去除 也就是说脸上的这些纹呀 斑点呀 可以使用这个功能自动去掉 那我们点一下 看一下它效果怎么样 这是它处理完之后的效果 去掉了一部分 但是耳朵的这个位置呢 出现了一个判断的失误 如果想修补耳朵这一块的这个错误呢 可以使用编辑蒙版画笔 橡皮擦 选择画图呢 是增加效果 选择橡皮擦呢 是减少效果 然后呢 可以调整 橡皮擦的大和小 以及橡皮擦的柔度 还有橡皮擦的不透明度 这一块呢 我想去除耳朵这一块 它刚才做错的效果 还有鼻子这一块 我觉得也做得不是特别好 所以这块我通过手动把它恢复 然后一定要记得点击这个完成 那现在剩下很多仍然需要去掉的这些斑点怎么办呢 我们就进行手动去除 点击右侧的帆布这个界面 我们在这里边有橡皮擦 仿制印章 我们先选择橡皮擦 我把想要去除的这些斑点呢 都点出来 同样通过左上角呢 可以调整橡皮擦的大小 让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呢 越小越好 这样可以达到非常精细的选择 点击右上角的完成 好了 就是通过橡皮擦去掉斑点 显示出来的效果 在这里边呢 仍然会有一些 我觉得修改上面不太完美的地方 这个时候呢 使用仿制涂章工具 打开仿制涂章工具呢 它会显示点击以设置来源 这个时候呢 是想要让我们选择一个 想要模仿的位置 比如我现在想要修改鼻子这一块 黑的部分 那我就点击它旁边 跟它很类似颜色的地方 现在画笔的大小太大了 把它缩小一点点 柔和度呢 降低一点点 透明度呢 再降低一点 这个仿制涂章工具呢 它相比刚才的橡皮擦来讲 觉得更好使一点 因为它可以完全的手动 来控制 我想要模仿的位置 然后并且 每操作一步呢 都可以看到仿制的效果 好不好 而橡皮擦功能呢 需要点击完成之后呢 才可以看到它修复的结果怎么样 所以相对橡皮擦来讲 仿制涂章工具呢 它的可操控性更强 除了皮肤增强器呢 肖像增强器也是 Luminar 4里边最主打的人像修图功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功能都有什么呢 脸灯呢 就是给你的肖像脸部 增加一些光线 如果是在阴影里边比较暗 或者是想要让脸部变得更白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功能 提亮皮肤的亮度 消除红眼呢 是如果使用闪光灯拍照的话 眼睛呢 在眼珠的位置呢 会有红色的闪光 所以可以通过这个功能去除 眼部美白功能呢 主要是去除眼睛的红雀丝 让眼球的白色部分呢 变得更白 这样显得就更有神一些 眼部增强器呢 主要是增加黑眼珠的细节 让眼睛呢 看上去更有锐度 你看到我把这个值拉到很大的时候 我眼睛里边的反光就会变得很明显 缺眼圈功能呢 可以轻微的减少黑眼圈和眼带部分的阴影 就是下面的这一个部分 苗条脸呢 就是瘦脸功能 可以看到通过苗条脸这个数值的增大 你想多瘦就可以多瘦 放大眼睛功能呢 是可以让你变成像外星人一样 超大的眼睛 非常的夸张 一般呢 我就把它增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眉毛的改善呢 是增加眉毛的质感和它的颜色 比如我这个眉毛是黑色的 它会让眉毛呢 变得更黑 眉毛比较浅一点的人来讲呢 这个功能就非常有用了 嘴唇的饱和呢 是让嘴唇的颜色更鲜艳 这个呢 实际上适用于所有的人像照片 都可以在这里边增加一点点的饱和度 让人像看上去更好看一点 嘴唇饱和呢 实际上只是增加嘴唇的饱和度 但实际上它并没有添加红色的颜色在里边 所以如果想要让嘴唇像涂了口红一样呢 就要选择嘴唇发红这个选项 能够让嘴唇的颜色变得更红 当然同时也可以配合嘴唇的饱和度来调整 嘴唇的这个红色到底是偏橘色一点 还是偏红色一点 嘴唇变黑呢 其实这功能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它的字面意思听起来挺可怕的 但是实际上呢 它的用处是如果在拍摄的时候 涂抹的口红太红了 让脸看上去太假 可以通过嘴唇变黑 让原有的口红颜色呢 变得不那么艳 牙齿美白当然就是让牙齿变得更白了 好了 这就是我通过自己手动调整的一张 我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照片 可以看到之前和之后的效果 皮肤的质感变得通透了 脸色呢 也会变得更白了一些 眼睛比之前变得更有神 去掉了脸上所有不完美的瑕疵 无论是单张还是多照片的批量处理 Luminar 4都可以为我们 节省大量的后期修图时间 最重要的是啊 它让原本非常复杂的操作 变得简单容易上手 因为摄影最享受的部分 就是在于拍摄 想一想每次旅行或者是外拍回来 都需要处理上百张照片 如果后期过于繁琐 就会变得拖拉 拖延症一上来 就懒得修图了 只有从后期中解脱 才能让我们更享受 拍摄和旅行的过程 如果你对这个一键磨皮 瘦脸的Luminar 4 很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查看我的安装使用教程 别忘了下载 免费的颜色预设和外观 除了人像摄影呢 这个软件也非常适合 去处理旅行当中 拍摄到的城市和风景照片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欢迎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在这里分享更多的旅行摄影技巧 以及后期的修图教程 我们下期见